花蓮新城乡台九县康乐路和康乐三街口 短短一个月就发生了五起的交通事故 而多发生在主要干道车辆左转与对向执行车冲突 而居民就认为交通耗制为惹的祸 而经过公路总局等单位的会刊 拟定将耗制改为四灯式 增加左转保护时箱 期盼减少事故的发生 花蓮新城康乐路与康乐三街口 位处台九县要道 施驾驶北上苏花蓋与南下市区必经之路 过去常发生事故 公路总局近年改善了分隔岛 保护行人安全 但肇事率人居高不下 在路口旁开店超过40年的旦姓村民表示 近年以为分隔岛重座能降低车祸 结果还发生更多 认为耗制登是最大的问题 最近车辆有多是做后有车辆吗 以前去很多了 以前去很多 改后也是同样 这就是后市的问题 一定要与两段市 像19那也是这样 对啊对啊 你不要走来算 你没完你就是开招 对啊你一定要走到外面 外面就像16股 包含新城商民代表傅伟豪 邓可平 陈伯昌 新城商长何理台等人 23日上午与公路总局第四养护工程处 金月公务段 华林公务段前往会刊 讨论降低事故错法 在近一个多月来 近五起的重大一个车祸 造成民业事情 民众过马路要非常非常的担心 当然用路人也要来注意用路人 自己要因注意而未注意的一个车祸问题 经过研议之后 这条道路要改为四射灯 左转弯的一个号制 左转弯的号制 能够这样的改完之后 能够也希望能够 让车祸的频率降到零 这是我们所吸引 因为这条道路啊 都是新城乡的乡亲 以及外来的观光 我的旅客 回归的家人 必经之路 所以这条路口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们在设置 左转专用时像的时候 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车辆的一个续境 也就是说我们在北上的车子 它可能会断断续细 那我们原本在这个路上 所设置的一些 我们连锁的号制时制的话 可能会做一些干扰 这是一个它的缺点 那它优点刚刚有讲过了 就是它可以去保护左转的车辆 如果说我们要做一个 左转保护时像的话 这个时像我们要搭配内设的专用道 内设的左转专用道 也就是说我们的左转专用号制 要跟左转专用道要搭配 所以现在我们内设车道是直左的一个配置 就要把它改成左转专用道的一个配置 对那所以未来只要在 执行车 它就等于说不能够去行驶我们的内设车道 因为内设车道是要留给左转的一个车辆做行驶 最后讨论决议 预计将号制增为四灯式 同时设置左转专用道 未来执行车就不能行驶内车道 相待副委豪表示 近期内会与村民宣导 呼吁遵循法规 养成良好用路习惯 才能降低车祸发生 市长邦彦成城商报导